早安新团人先来看到台湾双十落幕后国际高度关注中共升高台海局势 最新消息共军东部战区宣布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今天13号在台湾海峡、台湾北部、台湾南部、台湾以东发动联合力舰2024B军演 对此台湾国防部强烈谴责中共不理性挑衅的行径 中华民国国防部昨天表示中共辽宁号航舰编队 在当天驶入巴士海下附近的海域 预判可能进入西太平洋活动 国军严密监控应处 在当天驶入巴士海下附近的海河南部 感谢观看